原警发现救护车赶来 伸手猛灰 要他们赶紧停下 因为报案人就是他 几分钟前发现嫌犯倒卧在地 失血严重 意识模糊 救护人员紧急将人 台上担架送医 但原警实在焦急 万万没想到 人犯会在自己手中出事 坠楼地点就在新北市中和分局侦察队 12号早上 另一嫌犯还在制作笔录 没想到竟同时在脑中构思逃跑计划 嫌犯双手背上靠在原警的陪同下 要来上厕所 但人才走到厕所门口 竟然就加速往前冲 朝着大开的窗户 一跃而下 嫌犯从二楼跳窗 之后滚落在铁皮屋顶 但因为他速度太快 加上双手上铐 无法阻挡 从侧边失控跌落草丛 撞上石阶后 头部着地重创 第一时间原警想抓 但就差了半秒 来不及了 相依抢救后宣告不知 但究竟是为了什么 需要抛道 连性命都不要 就来到 但是他穿一门 穿一门 这样要来 因为不满被分手 就多次到前女友家闹事 今年五月更夸张 令嫌犯直接潜入民宅 在门口丢职 沾满汽油的抹布纵火 之后就开始逃亡 这个月十一号 警方持搜索票 到中和山区等人 或许还是不甘心 才会做出如此冲动的行为 由于嫌犯是借户过程中脱逃 坠楼身亡 因此原警 得负起一定的责任 今年二十岁他 才刚毕业 分发没多久 就遇上这种事 目前督察组 已经介入调查 朝输送人犯 和过失致死罪移送 但由于嫌犯 到案后身亡 家属没有疑虑 只希望检察官 能好好查明 意外发生始末 给个交代 让正效大白 TB新闻 环展国理学 随换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 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